孩子在保姆怀里 他就当着保姆跟孩子 就做了傻事了 那做了这个傻事 当然大家都非常震惊 那再来就是孩子的爸爸 并没有想照顾这个孩子 然后陈宝莲的娘家 也没有要照顾这个孩子 所以大家知道 新闻上也有嘛 孩子就是给我们这个 宽姐 对 然后现在很大了 而且长得非常帅 听说是要进入演艺圈 然后各位 他那个时候的心理状况 陈宝莲心理状况 已经出问题 他是真的生病了 所以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在那个底下 他说他那个当场脑筋一片空白 不能呼吸 他说怎么会 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那件事情之后 就是麦克也知道 后来他在机场 就开始大闹机场 坐在轮椅上推 然后他出事的那一天 我印象很深刻 那天晚上 我们全办公室发完稿 然后正在讨论 第二天的新闻 全部哦 电话就来了 说陈宝莲在上海 然后已经往生了 而且大家知道就说 他跟一个嫩男 就小鲜肉 然后其实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但是就是陈宝莲怀孕 他就决定要生这个孩子 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是儿子 所以陈宝莲还是在坐月子的状态 所以大家怀疑是产后忧郁 孩子在保姆怀里 他就当着保姆跟孩子 就做了傻事了 那做了这个傻事 当然大家都非常震惊 那再来就是孩子的爸爸 并没有想照顾这个孩子 然后陈宝莲的娘家 也没有要照顾这个孩子 所以大家知道 新闻上也有嘛 孩子就是给我们这个 宽姐 对 然后现在很大了 而且长得非常帅 听说是要进入演艺圈 然后各位 我根据我了解是 有见过她吗 没有见过本人 但根据了解是 没有要让她进入演艺圈 因为她的妈妈 就是因为进入演艺圈 有受到这么多的压力 其实我跟你讲 陈宝莲好可惜 陈宝莲选美选雅姐 就是亚洲电台办的雅姐 那年我在现场 我在台下看 你知道吗 那年的选美办得非常漂亮 但选美舞台上的主要的人 都走了 都出事情了 那年的主持人 沈殿霞跟黄瞻 那陈宝莲是五甲 就是前五名被香港媒体看好 她是前三名的 结果后来五甲不敬 她是因为沈殿霞不喜欢她 因为陈宝莲一直闹新闻 沈殿霞在组织过程中 就一直亏她说 这个有什么好啊 就评审就给她很低分 就进不了 就那年的冠军 就是小龙女的妈妈 无疑无起立 那年的表演嘉宾 如果没有记错 表演嘉宾跟评审 一个是张国荣 一个就是陈柏强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反正是张国荣陈柏强 其中一个是表演嘉宾 一个是评审 反正很多这些人都走了 包括陈宝莲也走了 那时候陈宝莲我在现场看 大家都觉得陈宝莲艳丽 身材穿泳装出来 泳装环节 风情万种漂亮 结果她就五甲不入 五名不入 后来就香港拍三 所谓的三级片 在那边爆红 爆红到台湾来 跟我们的黄任宗 黄任宗好多红粉之戟 那个时候就开始变坏了 因为到那边来针锋吃醋 跟红粉之戟这样子 要去看谁被受宠 然后有各种状况 当然有很多传说说 男生怎么样用什么东西 控制女生 让陈宝莲整个的这个性格 整个的价值观都改变了 本来在一个香港 非常有前途的一个艳丽的 性感女明星 后来也不拍戏了 就每天到台湾来 然后最后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因为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是他在这个国产007 到现在还在重播的 这个周星驰的电影里面 对对对 他里面那个 就演一个木兰飞弹的一个角色 那时候也是 我相信现在大家应该 如认识陈宝莲 应该就是透过这一部片 应该算他现在 就是重播率最高的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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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